大家都知道初衣要穿新衣嘛 所以今天我們要來個反其道而新 我們要穿舊衣 而且是連續一個月穿舊衣 只能穿三套衣服 嗨我是阿欣 大家知道從今年1月1號開始 許多的店家已經開始響應了 垃圾袋付費這件事情 就從這些事情大家可以發現說 我們在吃的方面 大家已經開始響應環保 在交通上面大家也會開始乘坐一些 大眾運輸交通工具 但是不知道大家有沒有發現一件事情 十一住行 十一住行 那我們要怎麼做呢 嗯... 1月3衣挑戰 眼下之一就是我一個月只能穿三套衣服 這三套衣服我選了這些東西 用其他的配飾來搭出我一整個月的穿搭 大家這樣直接開始挑戰 GO 噢噢噢噢噢噢噢 你剛剛要等攤著啊 現在在洗衣服 你們有注意過這個洗標嗎 它有一個三角形然後打個叉叉 然後它意思是 說這是什麼 嗯天然的 如果你的衣服有剛剛很多的話 記得 這樣子對待它 很高溫可以殺菌 細菌囊那麼容易被殺死 你以為它能那麼簡單都可以嗎 你用任國上煮螞蟻的那種 才可以殺死它們 所以就是你把你衣服想成你自己 太燙了熱水燙你 你以為就會不舒服 我現在時間非常的晚 左手整理一下我的舊衣服 欸對 這是我的睡衣 欸這個不算 大家就習慣的時候 整理舊衣服 然後拿去舊衣回手想嗎 那你們知道哪些東西都可以丟嗎 鞋子 包包 臉背 跟布 喔 這不是衣服嗎 怎麼幫它丟 最好就是要看一下什麼有標示環保具 所以一放抬照的衣服 其實就可以直接丟一般的垃圾 嗨 現在呢 大概挑戰了差不多一週的時間左右 然後呢 我覺得其實還蠻輕鬆的 你們知道為什麼嗎 因為衣服真的很少 不多 就是其實我覺得這挑戰很有意義 用這三道穿搭 然後去創造各種不同的穿衣風格的話 就其實好像也不需要買這麼多衣服 目前我覺得好像其實也沒有這麼難 嗯 活了九百多歲的一個 不老帥 來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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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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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哈哈哈哈 哇哈 這麼好圈 我後來不是隔了三天才能吃那個零食嗎 我吃了之後啊我發現布朗尼的那個真的超好吃 我沒有騙你我真的覺得我到現在還念念不忘 它真的超好吃 喔喔喔是這個 我現在呢剛剛試完我過年特輯要拍的片子 妝容 所以我就是這個樣子 希望到時候呈現出來的效果就是好 今天又是一個拍片日沒錯 可是我長了一個超爆大的痘痘 超大喔我的天哪 反正就是因為這樣子所以有一點困 好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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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欸 太亮了欸 就大家看到這裡不知道有沒有發現就是 我好像沒有什麼配飾之類的東西 就是我很少掛項鍊 然後也沒有耳環 也沒有手鍊 反正就是各種 然後我也沒有系什麼皮帶 我不知道大家有沒有發現這件事情 懶得去掛那些叮叮咚咚的東西 然後男生送禮物一定要送項鍊 喔拜託不要不要送我項鍊 你送了我也不會帶 對 你們知道我現在在剪什麼東西嗎 我現在在剪 長這個樣子 很可愛對吧 是我自己畫的 Yeah 一個月終於過完了 我這一個月以來真的 非常認真 完全沒有穿其他的衣服 然後也沒有買任何的新的衣服 今天這個主題就是 非常希望大家可以一起想意 接著就是想要跟大家講說 不要買太多衣服 在食衣住行方面呢 食可能做到了 行可能也做到了 那希望接下來在衣這個方面呢 也可以大家一起來努力 讓地球呢 越來越健康好不好 不要再一直丟一大堆衣服了 好啦今天的影片就這裡啦 下個影片再見囉 掰掰 今天這個主題呢 其實是有福人大學EcoFashion團隊 所發起的 那EcoFashion在他們粉絲專頁 現在有辦抽獎的活動 那贈品就是以下這些東西 我覺得超級吸引人 大家快點去抽好不好 快點去抽 我覺得 看起來超級吸引人的